塔利班士兵对天空连开竖枪 老弱富儒 慌张蹲在地上 孩子吓得嚎啕大哭 全国各地血腥冲突不断 阿富汗黑红绿国旗 塔利班见一个拆一个 连脚踏车上的旗子都被硬生生扯破 因为塔利班选在8月19日 阿富汗脱离英国统治102周年这天 选不见国 枪响与暴力之中改其一致 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成立 似乎不沿用塔利班写着清真言的旗子 新国旗一样白底黑字 中间也融合了新的古为 塔利班说要成立一个包容的政府 因此领导名单可能不只有塔利班成员 不过主要官员还是从12位塔利班领导阶层挑选 其中相当有可能主持政府的 是塔利班共同创始人巴拉达 而塔利班最高领导人艾昆萨达 创始人长子雅库布都有机会扮演执政要角 另外塔利班内部各领域都有专才 金融方面由哈卡尼主导 而斯坦尼克扎伊以及哈基姆 可能会分别负责外交和司法部门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